今天的市场,资金还是在观望,昨天是等消息,今天是在靴子落地之后继续观望,从这个角度来看,市场总体比昨天还要弱。 按照咱们昨天的分析,市场对于今天保市成功,是有预期的,所以昨天尾盘才甘拉一刻,今天靴子落地,主力资金不兴奋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另一方面,东方通信被监管的事儿,也是重要原因。 昨天下午盘中,老爵就看到有人在传那个所谓的警示喊,但根本不当回事儿,他不像上次抽华科技那样是红头文件,昨天市场的表现,也是不拿他当回事儿。 谈后,也没人去炒作这个事儿,本来就应该这样过去了,结果,晚上每日经济新闻跑出来蹭这个热点,硬生生把它给坐实了。 他给出的说法是,监管曾已经关注,到了东方通信的异常波动,对涉及异常交易的账户,进行了书面警示。 这些账户所在券商,也收到了韩线,被要求向客户传达监查信息。 但信息源,他自己是怎么说的? 说是,得到消息称,得到消息,得到谁的消息,你怎么不说? 还是说,只是跟一般小散一样,在群里看到了一条消息,一张图片,就大摇大摆的出来蹭热点。 这跟上次上证报记者唱空创投鼓,手法是一样的,详见12月5日的文章上证报的闹剧,该学负责。 结果就是,有人带头,还是一家比较靠谱的媒体出来说话了,其他家姓姜仪的人都跳出来跟着吵,一下子就吵热了。 市场对于监管收紧这事,本来就很敏感,特别是对于龙头鼓。 结果今天开盘,直接把东方通信摁下来了,整个5克板块也是获利出逃,还把芯片、软件等科技股也带下来了。 又是一条消息,几百亿的财富灰飞湮灭,索性的是,这次指数的位置较低,市场的温度也低,财盘砸得不狠,连东方通信都没有跌停。 对这些媒体,必须要管一管了,不管,以后这样的事儿还会不断发生,我您的财富也会再受巨大损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